自己做珍珠奶茶 好 第一個就是先把煮好的西米露 也就是西谷米或西米露呢 倒進去杯杯 剛才他用黏土有自己先做了一個什麼 珍珠奶茶 這是珍珠奶茶放進鍋子裡 那是黏土的 這是鍋蓋 這是湯勺 回到正題今天的珍珠奶茶 這個西谷米是滾水下水煮10分鐘 就撈起來就會半透明狀 很好吃 我有加冰糖 就是煮好之後要放冰糖下去蜜 就好像煮珍珠這樣子 先做吧 倒進鮮奶跟紅茶 小心喔 滿的喔 小心喔 你坐著你坐著 因為你 來我幫你倒 然後你自己攪拌 好來 紅茶椰我來處理 請你幫我攪拌就可以了 來等一下喔 看起來很好喝耶 好來攪拌一下 這樣子就成功了 很簡單 自己在家裡試試看 嗯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